很漂亮 拍得漂亮 穿長這隻腳… 你的腳很長 下巴… 第二個下巴也穿過來 對 你看那邊 你們拍什麼? 美女巨妙得來有燒雲 快點過去 你好,Mimmy姐…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師傅說,我坐在這個位置 就叫做桃花級精位 坐在這裡,蝦都變鳳凰 Mimmy,師傅說 等一下,廚房煮東西的師傅 廚房師傅可以煮東西 桃花問我 我約了兩個主持人,走 一起聊吧 進來吧 走… 好,人齊了 今天來到情侶打卡的聖地吃茶 想寧寧師傅幫我們一眾年輕人 因為你知道 年輕人有很多感情問題 他們有很多姻緣 桃花的問題要問你 寧寧師傅,我想問 男生是否事業越好 桃花就會越好? 沒有 因為事業… 打工來說,我們看官星 官星旺的人對自己的管束力較強 在八字來說 妻星和財星是同一組星 所以的確,如果越賺錢 女朋友多的機會越高 還有另一個問題,我很想問 有時候桃花有分好和爛 怎麼可以避開爛的桃花呢? 桃花的確不同種類 先看看家裡有否犯了壞桃花的情況 譬如玻璃瓶或花瓶 要不然盡量擺花,不然就收起它 因為真的會招惹桃花 另外,每年有桃花位 如果你說我真的不想搞這麼多東西 我身邊的已經很好了 那就不要把桃花位吹得太黃 反而應該摺著它 但是因為你是做演藝事業 其實很需要桃花 不要摺得太緊 不然就人緣也沒有了 做銷售的朋友 亦不適宜把桃花減得太低 即是用中間位置 對 那放石櫻還是放花好嗎 那你想你吧 Karina呢 我?我其實是熟豬的 我也想幫熟豬的朋友問一下 其實我們今年 童年有機會出洞嗎 出什麼洞 出洞其實就是脫衫 是潮語,Mimmy姐 我以為我剛買了一件新的比堅尼 可以拿去 你穿上比堅尼就可以出洞 為何Mimmy姐每天都在洞 你穿上比堅尼, 打麻將那些 他比榮池多, 是 熟豬的朋友在這個年份裡面 因為有天廚星 天廚是一個飲飲飲食的星 所以今年很多朋友, 很多人會找你 亦是機會高, 可以把握一下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熟狗 今年跟哪個新章會比較配? 其實每個新章不會年年變 因為我們新章有六合、三合 和六蔥的組合 狗本身和兔子是六合 跟老虎和馬是三合的 有其他, 譬如你什麼新章? 牛 牛和老鼠是對的 我也是熟牛的 和蛇和雞也對的 我跟老虎 你在日常的生活用品 多用這些就行了 我想到了 我可以送個鼠的電話殼給你們 謝謝… 我十月出生, 我是熟馬 這次是桃花的 在未來年, 是哪個月 哪個地方最旺桃花? 原則上我們有些叫桃花生肖 基本上熟老鼠、熟馬 熟雞、熟兔 會比桃花更旺 另外, 如果你是月份 生日十月, 農曆九月 秋天出生的朋友 多一些木的東西 包括什麼? 例如走山間 花草樹木、書局 這類活動, 即是木旺的活動 走家師舖 你會比較適合桃花 你說了這麼多旺桃花的生肖 為什麼沒說到我的生肖? 因為你的底部本來已經旺了 對, 你有大量的觀眾愛護你 你不要太多桃花 觀眾都當是桃花 說不一樣 謝謝美妮姐 謝謝… 謝謝我幹什麼? 結帳了 我? 好, 結帳, 結帳 熟雞的朋友來到兔年 要有心理準備, 變化最多 因為你是沖泰歲 中國人說一喜黨三災 無喜是非來 泰歲當頭所, 無喜必有 如果有傳統的大喜事 包括結婚、添丁、買樓 當然是最好 沒有的話, 年份變動比較多 而且由於我們沒有吉星照著 就要借對公的星過來 借過來的星只有三成的力量 我們借到玉堂星、文昌星 和稅價星對事業上有一點幫助 所以今年熟雞的朋友 事業仍然算是可以 但是我們又有稅破星 人際關係的破壞 大號星容易不見錢 所以今年投資方面要保守一點 我就建議帶回熟牛和熟蛇的飾物 就可以保平安 不見了